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2到5.3新角色定位曝光 雷系专服登场 400元时加14集又化来了 5.1卡池希诺宁 草城必抽 5.2到5.4卡池曝光 四神接连EUP太离谱 元神纳塔5.1版本越来越近 除了新角色希诺宁即将登场外 提起5.1版本的前瞻直播 也终于要来了 时间是在9月27日日晚上7月30日左右开启 距离现在也就不到三天的时间 可以说是非常近了 当然了 还有各位旅行者们最最关心的 300元时兑换码的奖励 还是非常香的 而说起后续5.1到5.3卡池 角色登场的安排 基本上也传的差不多了 简单来说就是 5.2之前的卡池安排 有一定的可信度 5.3卡池及以后的安排 大家看个乐呵就好 不保证也是很正常的 就目前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1卡池是草神纳希达 胡桃 先知复刻 到现在也没有其他消息反转 看样子大概率是这三位了 其中草神 西诺宁两大人权卡 还是非常推荐大家抽取的 除此之外 就是后续5.2到5.3卡池角色的登场安排了 目前来看5.2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是恰斯卡 也就是之前PV和剧情中多次出现的帽子女 5.2卡池复刻角色的话 据说是温迪 流浪者 夫人这三位 不过还是那句话 版本跨度大 大家看看就好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至于5.3卡池 目前来看 对应的是今年的海灯节 除了火神马威卡的登场外 还会有第二期混池的开启 其中火神作为那塔的神明 强度自然不会低 而一直未复刻的钟离和火神 同卡池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大概率在5.4 及后续卡池登场了 四神接连up 不得不说 原石是真的招不住 当然啦 跨版本消息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旅行观看哈 原神纳塔5.1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西诺宁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有关于西诺宁的强度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不过就目前来看的话 西诺宁泛用性极高 还是非常推荐抽取的 而说起后续卡池 火神马威卡 欧洛伦等角色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1卡池新五星角色 和复刻角色的话 也早就被放了出来 不过5.1版本的前瞻直播在即 看样子 大概率是确定了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 上半千只 下半小草神 纳西达 胡桃这三位五星角色复刻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翻车了 而说起后续5.2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恰斯卡 相关技能机制也被放了出来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恰斯卡是五星风 戏城女卓 C据说是特化风C 准确来说的话 更像是一个副C 并不是之前提到的染色机制的话 有点抽象 根据队伍中纳塔角色的数量 获得不同的增益 输出机制也会有变化 总体强度不是很高 这么来看的话 如果恰斯卡是负C的话 那么大概率是后台风了 而说起5.3卡池登场的火神马威卡 目前来看 不是火后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相关的消息中 还提到类似雷神 不过具体的定位机制 可能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了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PV中出现的队长和欧洛伦 就最新的消息来看 队长是双形态 类似水神那样的切换 欧洛伦定位雷系弓箭角色偏辅助 有点专辅的感觉 至于星级 目前并不确定 当然了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 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最后就是官方最近才公布的 最新一期的 开发组座谈会了 简单来说 就是版本探索 会有400元时的奖励 持续两个版本 深渊11层开打 角色养成计算器 剩一物筛选优化 总的来说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这波史诗极优化 各位旅行者们 觉得怎么样呢 各位旅行者们觉得怎么样呢 会有没有 就会有什么事